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历史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从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1956年 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失列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 是文化大革命的失列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 到1978年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从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至今 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老师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历了这么多的发展阶段呀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历史确实经过了多个发展阶段 但是主题和主线却是一以贯之的 这个主题和这条主线 就是中国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探索 开创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富星 人民幸福 而不懈的奋斗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主题和主线 请问老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 和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 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吗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 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 这两个历史时期互相联系 而又有重大区别 但本质上 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老师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 两个历史时期 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 但本质上 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 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第二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 方针政策 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 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 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第三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积累了条件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 改革发展 老师说的这三个方面很有道理 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施改革开放 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 同时 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 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积累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物质条件 制度条件 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 当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 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 马克思早就说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成绩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 发展水平 认识水平 去衡量和要求前人 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 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与其是这样 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否定改革开放后的探索 同样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 实践探索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探索 因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为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 积累的条件 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 坚持改革和发展 老师 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 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老师 为什么说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 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 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造出严重的政治后果 古人说 猎人之国必先去其时 国内外独对势力 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使用 新中国历史做文章 接近污蔑 歪曲 丑化之能事 目的就是要 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推翻社会主治体 苏联为什么解体 苏共为什么垮台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意识形态努力斗争 十分激烈 搞历史虚无主义 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党组织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军队也不在党的领导之下 弱大的一个党 就轰然倒下 弱大的一个社会主义苏联 就分崩离邪 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这就是前车之鉴 这样看来 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 时间探索的关系 还真的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老师 听长辈们说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既有伟大成绩 又犯了不少错误 有的错误还十分严重 那我们应当怎样看待 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呢 我们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分清主流和支流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发扬成绩 发扬经验 克服不足 吸取教训 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我们要看到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 成绩是主要的 是第一位的 因为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 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要认识到 改革开放之前的探索中 不论是正面经验 还是负面教训 只要科学的加以总结 都是宝贵财富 事实上 我们党正是科学地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 才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垫定了基础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 在近年毛泽东诞成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不能任意选择 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利用的基础 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 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 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多年的斗争史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 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 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 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的前进 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 既不能割断历史 也不能虚无历史 坚持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 绝不能丢失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绝不能否定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绝不能动摇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关于如何正确认识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个问题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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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